我那可怜的鸡骨车 很久没把闪念被破壳 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但我知道他很难过 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 慌慌强强 匆匆忙忙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难道说我的理想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欢迎回来坤哥玩野 上一集讲到我们四台车 来到雪季时候穿越失败的这条2A17X 再次向他发起了挑战 这边应该是过了Gate Brock之后的第二个大坡 最有信心的自然就是啊 看这台上回雪季来过的100了 因为太轻松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看头 那这边继续来看停解开的坦图 为什么要从行车记录一看来爬坡呢 因为当时我走神了 这个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那个地形选择吧 所以就错过了跟拍坦图爬这个坡 然后这边这个是长了车线的车之后 按它之后就自动刨出来 说的说的那边已经上去了 我觉得今天也不会有用到这个功能的地方 然后何哥不想被我们这台新手上野路的小白给隔开了他们的节奏 就先发制人抢着我们前边爬了这个坡了 看完我上集视频的越野小白Justin功力大增 要上这样的坡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现在淡定冲有很多 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啊 你就一个人只压这边一个人只压 这个吐出来的下面一点点 现在你的车水平保持的很好啊 这种就是车手的直觉了 关锋不知想你了 到了到了 干嘛有了我行车先了 小伙伴们已经跑那么远了 继续追 这个你沿着高这块慢慢下去 先把称车这边再过去没问题 现在已经直接跳出这个初级阶段了 最简单一条路 Justin已经不走了 来跟大家一起对比一下同一段路在不同季节的大不同之处 唉今天雪季没有通过两条雪道 今天终于都可以完事了吧 来到同一个地方 不禁又想起上次的画面 上次就是走到这里的时候 以前是铺满的大雪 那这次在汉地走 看一下能找回什么乐趣吧 记得上次在雪天要通过这段路的时候 还是蛮有挑战的 这天气Justin在走也可以当成是电脊用的小怪吧 左一点 没关系 给油就好了 右右右 好 左 反正车如果感觉是平衡 你就想办法把它拿回来就好了 好 那你现在往右一点 对 四个轮子全部走上面 够你车困住 好 左边不用 好 慢慢回去 左边 OK 欸 这这算是你越野登上的第一座高峰啊 哎呦都没机会看人 那继续往山里面去 看一下刚刚吸收完新技能的Justin 能不能跟上大火的脚步 来见识一下何哥新的必正啊 这背景音是不是有点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呢 再来来点提示 如履平地 要再看看前面怎么样 好 非常轻松就躲过那块石头了 我们也像他一样 我们车够高的 慢点慢点 左一点点 对 好 这个要慢 因为你没有信心 一能跨过那个石头的话就要慢 因为 慢的话就算你真的碰了也不会有很大的伤害 习惯了在这种路面驾驶的Justin 冲庸淡定了许多 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 在这被中间大石头分成两条路的这一小段 他没有跟Takoma走较宽 但是测轻厉害的右边了 在这有石头想慢 对 而是选择了平坦但是较窄的左边道 好 应该是 哎哎哎妈妈妈 应该是那个踏板碰到 我出去外面帮你看一下 果然就是踏板碰到石头 其实已经过了 你稍微往那边打 哎就是搞不懂 都已经是TRD版本的硬派越野了 都不配一个靠谱一点的脚踏板 但谁又不知道 前面一大一小两台TRD版本的皮卡的脚踏板 早就已经秤掉了 如果没秤掉都已经秤扁 如果没秤扁 应该在那边秤着了 没错吧 这就是我们上回雪季通过的路之中 折腾了最久的那么一小段了 所以停解开我的坦途会卡在烙 也是合情合理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 打左里打油啊 看来我们也要过去凑一下烙了 坦途过去了 回来看一下两台体型相对较小的TRD offload 通过情况怎么样 和哥很轻松 听完情节最后的借口 我们来看一下两台中型的TRD offload 在这段路的通过性是怎样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和哥开着他的TACOMA 是非常轻松的就过去了 但是刚被脚踏板刮秤 打击过的Jackson 有点乱了正脚了 不怕 不怕 慢慢来 人才放哪 呃 左边慢慢过去到那个石头的这边 不怕 不用压 不用压 靠石头的左边 没事 我下去帮你指一下吧 你看我手去啊 好高 好 好 再前一点就打爪 前半米 好 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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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 回直 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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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点点 再前一点 好 好 往我这边 好 来 好 这边有点难住了 啊 打左 倒一下 好 好 好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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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边 ok 这么难呢 看下下面啊 哦 哎呀 这时候 何哥出来先人指路了 原来他刚刚走的是靠近山崖那边 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处位置来换线路了 ok 本来想说走石头这边会相对安全点 毕竟不用靠近山崖嘛 但还是因为错盘了那块脚踏板 对这车越野能力的影响力度 所以要倒车再来了 倒 倒 倒 放开台啊 好兵有没有野啊 好兵没有野 ok 再到再到 现在现场最大问题大家感觉到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风 刚进野门的Jeston很明显还不怎么习惯看守事 这么大风不关窗也不行 所以我们叫的再大声 他里边应该也不会听得太清楚 太左了 往那边一点一点 ok ok 所以啊买了越野车 但不知道会不会在野路一直走下去的小伙伴们 就算不装车台 最起码也要买个守台啊 挑战成功 看何哥已经对这大风吃不消 要飞回去他的车里了 那就继续赶路吧 接下来走这样的路 Jeston都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 现在我们离一个湖已经这么远 那一边的就是我们刚刚做团圆街路 跟着何哥车的角度 我们很快就来到上海 让我们折返的那个大雪坡 前面的一块高地 外面风超大 这时候火山哥拿出他准备多10个水果出来 开弹做法 祈求可以风调路顺 不再像上次那样出现要折返 或者什么之类的情况啊 下一集一起来征服他 跟大家约好啦 哎我来试一下哎那边有去看了 哇慢了慢了追不上了 哎来了再走再走对对 直直直回去OK 哎今天再一次被Google地图给坑了 他给我指了一条12分钟的路 结果又是同红的 虽然最后还是来到了 哎可不可惜完了 最理想的录音位置 这人接触线灯了 都已经是天色以往之后 才硬闯出来的一片营地了 这么快就搭好的天幕 大家应该也有兴趣知道怎么弄了吧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了 这集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跟支持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有点资格 再次不可适应 我们下边那边就用一张 我们下边的签子 就可以在这边 你们下边就用它 在这边冰点 看来没有几点 谢谢大家